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好的各位觀眾們大家好 那麼這一次影之戰線 最後一關的這個中目戰 終於上來了 那這次對方出滿了七奇 加EX我們也是七奇EX 可是其實因為我們的 這個Coaster就 63的樣子 沒辦法塞到很多高星的角色 所以一樣 這次我也是從推特上面 有參考了一位的非常漂亮的 打法 那他使用的是槍兵的單技 過關 那這個槍兵呢 如果建議是選有 這個毅力狀態的比較好 那像是第一個選擇像是狗哥啦 你狗哥有沒有練的物所會等級1 都可以因為1技就是這個毅力 這個根性狀態所以沒有問題 那相對來講 舊狗哥就比較不適合 因為舊狗哥就沒有根性的狀態 那等級夠高 這個根性可以用不到 沒有關係 那或者是像這個加雷斯 也OK 他也是有戰鬥續型 那或者是像這個我們的 這個斯巴達王 這個雷奧尼達 二世 是嗎 是二世嗎 對 一世 也有這個戰鬥續型 所以也OK 那我們這邊就選雷奧尼達吧 那我們這邊就選雷奧尼達來過關 那衣服的話請選這次的活動禮裝 也就是有一次的毅力狀態 那衣服呢 呃 大概你可以選擇比如說 像 我們講的 迦勒底的初始衣服 那或者是如果你喜歡用 亞特拉斯院有這個 一回合無敵都可以 反正在這個關卡 一回合迴避跟無敵都是一樣的 那我們就開始吧 基本上只要照著這個固定的順序做 就一定是夠的沒有問題 好 那首先呢 我們將我們的雷奧尼達 移動到這個藍buff的位置 這個藍魔放 然後讓他停在這裡 讓我們的GD子 煞爽跟上 跟在他的屁股後面 好 那就敵人 滴滴巴巴的動 不用害怕 那這邊呢 我們再讓我們的雷奧尼達 下去 拿這個回避就好了 對 好我們走到了這個 剛剛走到了這個 巴薩卡 這個 阿薩的面前 我們又走掉了 打我啊笨蛋 那我們到下面 結束這個回合 GD子不用動 好 那將敵人的進攻部隊 還讓這個尻槍吃了一個綠魔放 不過不要緊 因為沒什麼他的戲份 那接下來我們就稍微後撤 把敵人的戰線往後拉 那首先我們GD子先再往後移動兩格 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的這個雷奧尼達也往下移動一格 應該說是右下方會比較正確 那跟這個桑松拆開兩格的差距 停在這裡 那敵方呢會往GD子的地方去追 所以等一下我們GD子還要繼續的落跑 OK 然後呢 GD子繼續往上跑 再跑啊跑啊跑 好 跑了兩格 在這個圓圈之前停下來 那我們的雷奧尼達呢 這時候就可以長驅直入了 對方開了一個這麼長的洞 我們不進去 然後對不起自己 好就這樣結束 黃蘭斯也繼續跟著上來 那不要理他 那我們繼續逃我們的 那我們這回GD子 逃到這個NP 這個NPBUFF的旁邊 欸休息 在這邊喘口氣 然後雷奧尼達呢 就往敵方的本陣衝 欸但也不要衝過頭 先停在差不多這個位置就可以了 兩格的地方 那他們想要試圖包達GD 那這邊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MUNIED就往後縮了 他往後縮了對吧 他往後縮了對吧 好 那我們再讓我們的GD 開始先移動一下 拉開跟這個阿薩的距離 那我們的雷奧尼達再往前移動三格 到了這個 拿破崙的正下方 然後接下來 拿破崙 就會開始很英勇的要尻他了 那第一回合呢 那你現在拿破崙打的時候 我們身上還有剛剛拿到的迴避BUFF 所以不用擔心 好三下都迴避起來了 那接下來呢 使用我們衣服上面的迴避 或者是如果你試用阿特拉斯院的無敵 也沒關係 那你要打什麼就隨便你啦 要打9999 好啦 AQQ吧 那這次比較特別的是因為對方的行動值有35 所以他最多可以打到三次 所以我們多一個必須角色有毅力的狀態 所以要來吃這個傷害比較保險 好啦 那再一次沒有問題 那我們一樣進行一個簡單的反擊就好 你看 我們這個衣服是用不到的 所以沒有關係 好 好那MP滿了 呃 隨便啦 寶具放不放無所謂啦 It doesn't matter 好 他會再攻擊第三次 那理論上這第三次會消耗掉你的毅力 但是 這邊呢 因為我的萊奧尼達的等級練得其實比較高 所以他打不死 那這邊正常來講阿 如果你用等級1 這邊會死掉 那如果你死掉之後耗費掉你禮裝的毅力 你記得要把你的毅力再打開來 欸 就是不管你是狗哥的1技啦 加雷斯的1技啦 或者是雷奧尼達的2技 欸記得要把他打開 就可以了 那現在對方開了一個中洞 我們這個雷奧尼達當然就毫不客氣的走進去 直接尻兩拳就對了 好 這邊結束 那這邊結束的時候呢 拿破崙會再次對我們發動攻擊 而且他會直接這個氣滿 他就會開始丟寶具了 所以這一下呢 如果我們剛剛用掉了毅力 那這一下我們還有自己的毅力可以接一招 所以也不會死 不能說不會死啦 是說不會消耗到我們的break條 那現在我們多了一個毅力可以開 那隨便啦 就再隨便尻個幾下吧 意思意思一下 好 那這邊理論上他在打的時候 會消耗掉我們最後一次的break條 所以理論上到這裡為止 你會被打死 正常流程下啦 如果我們等級沒有練這麼高 這邊你會被打死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為什麼我們還有一條 兩條血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第一條血被打掉 接下來不會有戰鬥了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 OK 好那接下來 姆尼耶魯開始逃了 那當姆尼耶魯開始逃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咳咳咳咳咳咳咳 好啦那蓮奧尼達攻城身退 就該往後撤了 好撤到這個下方的十字路口 然後我們的GD子就準備上去 給他正義的教訓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敵方的前頭部隊又開始往後 想要追擊我們 好那我們再移動一格 那這邊我們GD子先選擇移動往前一格停下來 跟雷奧尼達往後退一格 這邊不直接移動 因為如果你的GD子動三格到他的前面 就不能再做行動了 所以等一下反而會出事 嗯 所以我們只移動一格 留兩格起來 然後對方就繼續想追我們 好啦 行動力25 慕尼艾爾巨魚流 我們兩格一條血 一打扣PUNCH 好結束 嗯 就這個樣子 好啦那基本上 對嘛所以你們看這個 一級的角色也沒有問題 好 所以這算是一個 連最後一關都可以單技過關 完全不用練 嗯 其實這次的聖杯戰線 我自己打的時候 當然是用正攻法或是什麼 我覺得蠻有趣的 但 畢竟AI沒有設計太難 因為太難的話 一定會打到兩格 嗯 電腦太有力了 好啦那就這樣 那謝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那希望這系列有幫到你們就是了